有缘人,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,赚钱似乎成了每个人都在追求的终极目标。 不管你是刚踏入职场的新鲜人,还是已经在行业里打拼多年的老手,每天都在思考如何赚更多的钱。 但赚钱真的有这么难骂?其实,掌握赚钱的秘诀,只需要了解这四个核心法则,信息差,认知差,执行差和竞争差。 这些法则可以说是赚钱的荆轲玉律,无论你是在哪个行业,什么时候开始,只要能够善加利用,就能把握住属于自己的财富机会。 接下来,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这四大法则,揭开赚钱的真正秘密。 1. 信息差 在信息的洪流中找到你的黄金矿。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,几乎每个人都能轻易获得大量的信息。 但真正赚钱的关键,不在于你能够接收到多少信息,而在于你能否从这些信息中发掘出别人忽视的黄金。 信息差就是赚钱的第一大法则。 第一,信息的价值与稀缺性。 你可能会想,现在人人都能上网,情报丰富地让人眼花缭乱,怎么还会有信息差可言。 事实上,正因为信息过载,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反而更难得。 就像淘金一样,大部分人只看到了表面的泥沙,而忽略了隐藏在深处的黄金。 那些能够快速过滤出重要信息的人,就拥有了不可替代的优势。 第二,如何识别和利用信息差? 想要利用信息差来赚钱,首先你得学会识别哪些信息是有价值的。 这需要你对所处行业有深刻的理解,并且能够敏锐地察觉到市场的变化。 其次,你需要把这些信息转化为具体的行动计划。 比如说,你得知某个新兴市场即将爆发,那么你可以提前布局,抢占先机。 第三,实战案例。 举个简单的例子,假设你发现了一个即将兴起的热门话题,而这个话题尚未被广泛讨论。 如果你能够提前进行内容创作,并在适当的时机发布,就能够快速吸引大量关注,从而实现流量变现。 这就是信息差在实战中的具体应用。 二,认知差。 透过思维的深度,打开赚钱的门。 如果说信息差是赚钱的第一步,那么认知差就是决定你能走多远的关键。 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情的理解往往有天壤之别,而这种认知上的差距正是赚钱的第二大法则。 第一,认知的深度决定财富的高度。 每个人对事物的理解能力不同,有些人能够看清事物的本质,并在其中找到赚钱的机会,而有些人则被表象所迷惑。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总是能够在市场波动中立于不败之地,而有些人却总是被卷入风险之中。 第二,提升认知的三个步骤。 想要缩小认知差距,你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。 第一,持续学习,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。 第二,培养批判性思维,学会质疑和反思。 第三,积累实战经验,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。 这三点看似简单,却需要长时间的坚持与积累。 第三,实战案例。 曾经有一位投资人在市场低迷的时候,选择了看似风险极高的科技股。 当时,大部分人都认为这些公司的前景堪忧,但他基于自己对行业的深入研究, 认为这些公司具备未来的增长潜力。 结果随着市场回暖,他的投资回报率达到了惊人的高度。 这正是认知差发挥作用的典型案例。 三,执行差。 在行动中创造价值。 许多人有着无数的好点子,但真正去落实的却少之又少。 执行差,指的就是行动力的差距,是赚钱的第三大法则。 第一,想到和做到之间的距离。 有句老话说得好,想到不如做到。 很多人总是在计划和思考中徘徊,却从未真正付诸行动。 而那些敢于立即行动的人,往往是最终的赢家。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能够迅速崛起,而有些人则永远停留在原地。 第二,执行力的重要性。 执行力不仅仅是行动本身,它还包括了坚持不懈的精神,以及不断优化和改进的能力。 成功并不只是看谁起步快,更要看谁能够持之以恒,并在过程中不断调整策略。 第三,实战案例。 很多成功的企业家都强调,执行力是他们成功的关键因素。 某位创业者在刚开始时,市场环境并不理想,但他依然选择坚持自己的创业计划,并不断改进产品和服务。 最终,他的公司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,这就是执行力的力量。 四,竞争差。 在同场竞技中脱颖而出。 当信息差,认知差和执行差都缩小到一定程度后,竞争差就成为了决定胜负的关键。 这是赚钱的第四大法则。 一亿竞争差的优势。 竞争差指的是,在同样的条件下,你能比别人做得更好,更快,更有效率。 这种优势可能来自于更专业的技能,更优质的服务,更强的创新能力,或者是更高效的团队合作。 二,如何建立竞争优势。 要建立竞争差,你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,并且积极寻求创新。 同时,与团队的合作也至关重要,因为在现代社会中,个人的力量往往不足以应对复杂的市场竞争。 三,实战案例。 一位在电子商务领域崛起的企业家,在面对众多竞争对手时,选择了更加精细化的市场定位,并且针对特定客群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。 这种差异化的竞争策略,让它在激烈的市场中占据了一席之地。 结语,掌握赚钱的核心法则,开启你的财富之门。 赚钱的本质看似复杂,但实际上只要掌握了信息差、认知差、执行差和竞争差这四大法则,就能够在任何行业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。 记住,成功不仅仅取决于你知道多少,还取决于你如何行动,如何竞争。 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帮助你更好地理解赚钱的核心逻辑,并在未来的财富之路上大步前行。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。 在评论区留下一句财富留下我。 如果你喜欢这个内容,请订阅我的频道,随缘加入会员,与志同道合者共修基辅。 欢迎大家使用超级感谢来留言斗内,小额赞助,你们的留言我都会堪忧。 最后,请积极分享,点赞这支关于正能量的影片,让正面思维在宇宙中迅速扩散。 不仅帮助了别人,也让自己受益,种下智慧种子,功德无量。 请不吝点赞助,订阅 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助,订阅 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,订阅 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